海米颱風也在高雄帶來風雨 像是在岡山區一度傳出淹水 目前的狀況如何呢 我們要請玉姓告訴我們 好的 目前持續在岡山區的嘉興路 這邊可以看到現在封鎖線的範圍 在這一頭是已經往外拉了 因為裡面的水深可能已經超過半個輪胎 那麼現在我們現在所看到的 我現在所在的位置是比較前面而已 大概是淹到快我腳踝的這個位置 不過裡面在深一點的地方 可能會到達半個輪胎這麼深 也因此前面因為有非常多的車 可能牽過去或開過去之後 就出現抛錨的狀況 現在居民跟派出所這邊的人員 是趕緊在兩邊都拉上了這個封鎖線 希望這個車子看到這個封鎖線 就不要來前進 那麼事實上岡山區這邊的雨 剛剛是已經有趨緩的狀況 不過現在又下起了一波的大雨 這個風勢也是算蠻強勁的 也因此呼籲民眾不要出門 因為很多的雨勢風雨都是很難以估計的狀況 目前原本在岡山區包括的 潭體路原本也淹得比較深 不過剛剛我們稍早去觀察 已經水已經大部分都退了 現在只有在嘉興路這一帶 可能還有水深到腳踝 甚至深一點大概半個輪胎而已 不過比起稍早的話水的狀況都已經退了一點點 那麼也呼籲民眾在家做好防台準備 才能夠避免雨勢所帶來的一些狀況 那麼以上是我們在現場所掌握的一個最新情形 我們把時間交換才得